欢迎收听《卢岳刚著》 赵紫阳传 一位失败改革家的一生 中卷 第三部 赵主岳 动荡不安 1964-1975 第十三章 赵复辟 第三节 造反派问题 中共十大权力格局是毛要继续巩固文革成果的展示 怎么对待文革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怎么对待造反派问题 老干部是否能够正确对待文革 这时节 以还原为怎么正确对待造反派 毛对造反派情有独钟 有一个使乱中气和大浪逃杀重新启用的过程 十大以后很长一段时间 地方政治是围绕造反派问题展开的 广东亦如是 广东的进展取决于赵的态度 赵是怎么样做的 与所有的地方诸侯不一样的情形是 赵要面对的不是抽象的造反派 而是他上百场批斗会的组织者 参与者 直接了当 从他手中夺取广东最高权力的人们 考察他对造反派的态度 是件有趣的事情 1974年4月 丁盛调离 赵接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以下是广州一位著名造反派领袖的回忆 全面又很细节的介绍了赵与造反派建立的博弈 利用合作制衡的新型政治关系 很能说明问题 响影如下 1974年2月 中央发动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由于中央文件中指出广州是林彪另立中央的地方 所以在这场运动中 广州的地位就显得比较突出了 1974年2月下旬 我从翁元到广州 开省化肥工作会议时 当时在省委工作的周燕告诉我说 省委领导会找我谈话 煮我在广州等待 会后不要急于回去 周燕是中南局的一个年轻干部 在文革中他常参与广州两大派的活动 后来我知道 他在1967年8月参加广州两派附近代表团 和1968年2月参加广东省革命委员会 都是周恩来总理和中南局陈玉 王首道两位书记商量后推荐的 目的是要他协助两位书记了解运动情况 做好团结两大派群众的工作 赵紫阳回广东工作后 也曾经找他单独长谈 答7个多小时 果然1974年3月22日 赵紫阳和孔施全在广州找我谈了一次话 赵紫阳是1972年3月调回广东省的 1974年4月 他重新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这次谈话是在他新上任前夕 也是在广东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前夕 虽然时隔8年 1966年赵紫阳当年那种居高临下 自信心十足的形象仍然历历在目 以后造反派又斗争过他 他能够接受得了吗 这次见面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场景呢 那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开始赵紫阳向孔施全介绍我说 他们在广州是最早造反的 就是那个北京来信事件 那时还没有831中山大学的造反派组织 以后对北京的来的人在广州写的那篇文章 只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也是最早批判的 敏感性比较强 我想不到他会对我做如此善意的评价 这个开场白就像在介绍一个老朋友 给别人认识一样 语气中略带一点赏识之意 当我谈到广东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时 赵紫阳说 7000人问题 我总有个考虑 你们怎么能够调查到这个数字 我不是说7000人这个数字不准 我也没有调查 只是感到你们没有条件进行这个调查 孔施全说 非正常死亡还不止这个数字 我说 我的数字是各地参加旗派人员的 非正常死亡人数 是当地旗派组织报的 不是全部人员 赵紫阳说 这些被杀的人是在什么情况下被杀的 是一派杀了一派还是怎样 孔施全说 当时的形势很乱 有个历史条件 其中有坏人挑动 我说 当时的历史条件是 只有一派有力量杀人 赵紫阳说 我了解五华县杀了几百人 其中70%是一派的人 没县地区就搞不清楚杀的主要是什么人了 那个地区杀人最多的 这使我感到赵紫阳是以平等的姿态在和我讨论问题 完全没有居高临下的态度了 在我谈到干部问题时 赵紫阳说 干部问题还有这么个情况 希望你们考虑一下 整个干部队伍中 大部分的骨干对文化大革命是不理解的 看不惯 但是这些干部一贯表现很好 有些干部虽然支持的旗派 但一贯以来表现不一定很好 广州的干部中 一贯较好的支持旗派的较少 这是一个基本情况 能不能笼统地说 支持旗派的干部得不到重用呢 比如湛江地区又不一样 那里的老干部支持旗派的比较多 站出来的也比较多 那里的东风派也很有意见 我说干部问题主要存在的是 对同一类型的干部 却有不同的两种态度 反对过黄永胜的 抓的就紧一些 小事变大 大事变性 反过来不一样 赵紫阳说 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我认为是存在这种情况的 但支援旗派的干部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一贯表现好 运动中又支持旗派的 一种是一贯表现不好 又不满情绪 运动中支持旗派的 不能说明他们的路线觉悟高 孔世权说 当前干部确有 对新生事物看不惯 对新生力量看不惯的思想 这就要做长期的工作 而且将来还会有这种人 我说一般情况下 这是认识问题 但也应该看到 这种思想反映的是路线问题 在当前来说 这种思想妨碍了政策的落实 正是这次运动要冲击的 不完全是慢慢来 长期教育的问题 广州的问题是对那些一贯表现好 文化大革命中支持的旗派 路线觉悟较高的干部的看法 还不如一贯表现一般 而支持了东风派的干部 在干部问题上 赵紫阳先是引导我 看干部 不能只看他是否支持的旗派 还要看他的一贯表现 针对我的这段话 他又进一步分析说 支持旗派的干部有三种 一种是一贯好 开始支持旗派 路线觉悟高 后来比较清醒 二是一贯好 支持旗派 但后来跟着旗派 犯了错误的干部 对他们的错误 看得过重一点 三是一贯不很好 支持旗派的干部 他层层深入的分析 令我信服 谈到落实政策的问题时 赵紫阳提出说 落实政策不够全面彻底 和林彪黄永胜路线的流毒问题 是否有一条界线 是我们工作 做不到家 还是林黄流毒的问题 我说政策的落实是现象 阻碍政策全面落实的根源 是林黄路线流毒的影响 赵紫阳接着说 一打三反 清查五一六 都是中央有指示的 有部署搞的 与黄永胜在广州的路线之间 要有一个区别 恐怕不能认为是黄的路线 这个提法上要慎重考虑 在广州的一打三反 清查五一六 那时都是广州军区搞的 于是孔施全说 清查五一六 在北京总理 康老 江青等同志 都是讲话的 我们是按照中央的 我说 同样是中央传达下来的精神和部署 但各个省贯彻起来有差异 比如普湛亚 在湖南搞一打三反 清查五一六 就有路线错误问题 赵紫阳说 有七八个省份 都有这些问题 但是这些省都点出了 上贼船的人 广州没有点出这些问题来 我说中央也没有表态说 广州没有问题 中央文件有指出 黄永胜对反对过他的人 进行打击报复 私立专案 私设监狱 草菅人命等 他在广东的具体表现 是否存在呢 他的清查对象 是对着一派革命群众组织 而这个清查方向 一直到九一三事件以后 还不变 赵紫阳说 一打三反 清查五一六 能不能认为是黄永胜搞的 还是值得考虑 孔时全说 有些具体的情况 你们不清楚 中央是有精神的 我说 省委对整个情况 也未必很清楚 可能有人背着你们两位 干一些事情 也不一定 在发动群众揭开盖子之前 我们都不必 先有一个统一的意见 我是倾向于 广东会接发出一些问题来的 赵紫阳说 我倒倾向于广州再接 也接不出太大的问题 对刘新元丁盛中央讲了话 我是相信中央的 今天还是这个看法 孔时全说 是要发动群众 对黄永胜问题 另立中央问题等群众有怀疑 有看法 应该发动大家揭发 揭发以后 还没有什么问题了 这个怀疑也就解决了 谈到揭盖子问题时 赵紫阳说 考虑解决揭盖子问题 我们最担心的是 重新挑起两大派的矛盾 1968年时 有个历史条件 那时 毛主席对几个学生领袖的讲话 在北京开川联会的问题 中央有表了态 正是其派犯错误的时候 解决派与派的问题 条件较有力 这次最好避免像四川那样 翻来覆去的局面 这两大派的问题 是当前比较难解决的 既要揭发矛盾 解决矛盾 又不希望走太大的弯路 老实说 我有点留恋 目前比较平稳 正常的形式 有点怕乱了 这次谈话 虽然我们之间的观点不尽相同 有时还近乎在辩论 但我感到了 他的坦率和诚恳 评添了对他的信任 最后赵紫阳还对我说 我们还准备 找你们这边的几个人座谈 省委的同志也多来些 多听几方面的意见 都是有好处的 3月26日27日 赵紫阳 孔诗权 王首道等 十位省委领导 两次通过周燕 赵吉与刘继发 秋学科等 9位旗派代表 开座谈会 贯彻毛主席 还是安定团结好的指示 要求大家 以大据为重 保护广东的安定局面 与此同时 省委领导人也召集 东风派的代表进行座谈 以后 孔诗权调回军区 赵紫阳和 王首道 林李明 焦灵毅 寇庆严等 还多次找群众组织的代表 开座谈会 4月22日 省委二密通知我晚上 7点30到赵紫阳办公室 开会 我去时 见到只有他一个人 这次 他和我谈到深夜 谈话的主要内容是 一 他详细地询问了 我对一些干部 以及各派群众组织 负责人的看法 第二 他提出 为了发动群众 又防止两大派产生矛盾 打算由齐派的 刘继发和 东风派的孙义武 成立联合办公室 参加领导运动 三 对广州问题 严重性的估计 他强调说 对广州的问题 要有一个基本估计 中央对广州的问题 是有处理的 残余势力 总不能比原来的 更严重吧 最后赵紫阳谈到了 恢复我省 割委常委的问题 问我什么打算 我的回应是 我是作为群众组织 代表参加省割委的 我自然要为他们 解决问题 广东的遗留问题很多 希望省委认真 落实政策 二 我愿意协助省委 维护广东的安定局面 我和一些东风派的 负责人的私人关系 也不错 可以做联合两派的工作 1966年以来 文化大革命的经历 在我的思想上 已经产生了一些不解 为什么从地方到军队 那么多的老干部 他们主观上 都是拥护毛主席的 然而要他们站在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 却那么困难 为什么在 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下 会有那么多的 无辜群众受到伤害 就我个人而言 从1968年 2月到69年的1月 我参加 省割委不到一年 而从1968年的 8月到1973年2月 我被审查了近5年 由于个人的遭遇 和对时局的不解 我对文化大革命的前景 产生了悲观的情绪 我也自知自己的个性 并不适合搞政治 但我还是回到了 省割委 我只想抓住 一切有利的时机 一方面解决 造反派受压制 而遗留下来的 种种问题 另一方面 我也希望 能够改变自己 由于被批判和审查 而在社会上 形成的负面形象 赵紫阳让我 重返割委会 意味着 让我重新 接上了 造反派的人生轨迹 5月2日晚 周燕通知我 到赵紫阳办公室开会 参加会议的 由红旗派和东风派 两大派的主要负责人 刘继发 孙毅武 邱学科 莫超海和我 赵紫阳听取大家意见 其中也讨论了 两大派成立联合办公室 开展运动的问题 赵紫阳在广州的 批林批孔运动中 多次与各派群众组织 代表开座谈会 面对面直接对话 既听取各方意见 又坦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他的这些做法 体现了其良苦用心 事实证明 这对于保持 广东社会的安定局面 是行之有效的 由此联想到 后来他在天安门广场上 敢于走到群众当中 直面问题的做法 他是有过成功经验的 照单独谈话的 造反派领袖 名叫高祥 早在文革初期 北京来信事件中 就过过招 各自经过了 八年的批斗 审查 流放歧视的历练 再次会面 文中所述的 非正常死亡 大致情况是 1967年军管以后 广州市 以及广东57个县 有28个县 占到了49%的县 发生了集体大屠杀事件 有6个县的人数 超过1000 情况最严重的是 阳春县 从1968年8月到10月 共死亡2600人 广东集体屠杀 属于两类 针对思维分子的 计划性 正值迫害型屠杀 另外 1967年8月11日 12日两天 广州街头发生了 史无前例的大屠杀事件 广州西关 自古商古云集之地 人民路 市区的主要干道 黄沙 北京路 旧称永汉路市中心 东山 省委和军区所在地 河南同福中路 惠福路 市中心两旁的电线杆上 树上掉着许多 不明身份的男女尸体 还有珠海广场 沿江路 解放路 起义路 东风路 文德路 中山路 连新路等 到处都是死尸 吊尸 广州顿城 死亡之城 人皆恐惧 夜不敢行 造反派掌握的公安系统 查点的死尸 少则187 多则197个尸体 破案未果 吊死的人都是谁 究竟死了多少人 谁是凶手 屠杀的原因是什么 官方记载民间传说 莫中一世 仍然是一个惊天悬案 对于文革期间的一系列 集体大屠杀 赵用非正常死亡 含糊了过去 没有追查 5月2日晚的接见 其中的莫超海 就是用大份车 拉着赵游街 批斗现场的指挥 赵不计前嫌 依然团结 以上事实说明 一 赵一回广东 就通过内线详细摸了摸 广东文革派性的底 寻找解决广东问题的 关节点和途径 二 放下身段 向造反派释放善意 依靠利用造反派领袖 稳定广州局势 稳健地开展 批林批孔运动 和广东的批黄接盖子运动 简称批林批黄运动 三 批林批黄运动 需要掌握政策界限 澄清底线 一是一打三反 与清查516 不能够往黄永胜身上推 要区分贯彻中央精神 与广州军区应付的责任 二是不批丁盛 刘新元 四 广东没有其他省 比如湖南省的上贼船问题 中央已有结论 再接也接不出太大的问题 所以 五 对黄永胜广东问题的揭盖子 不能激发两派争斗 像四川省那样翻烧饼 导致社会动乱 总的估计是 广东没有太大的问题 希望两派配合他低调 可控地展开 批林批孔 批林批黄运动 具体的做法是 第一 落实造反派干部政策 让边缘化的造反派干部 进入班子 有职有权 第二 成立广东齐派 东风派 两大派别组成的 批林批孔运动联合办公室 形成一个常态化的常委 政府与造反派 主要是造反派中的 少数反对派 齐派的对话协商机制 当下广东的主要问题 是造反派问题 造反派的主要问题 是齐派问题 齐派长期受到 广州军区的打压迫害 有气有怨 怨气若不能得到宣泄平复 在大形势下 再度揭竿而起 广东不能实现 安定团结的局面 而实际上 东风派进入领导班子的领袖 虽然是多数派 保守 拥军有功 也是非我族类 受到军方和老干部排挤 没有实权 心怀不满 赵对此有察觉 与中共其他付出的老干部 有所不同 也高明许多的地方是 赵承认造反派 作为一股民间政治力量的存在 以平等代之 个别谈话 加座谈会 用直接对话 促息谈心的方式 小以理 予以利 构筑了沟通 对话 协商制度的平台 在两大派群众组织领袖的配合下 广东有造洞 无大乱 赵对造反派的认识 互动 大致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文革发动初期 1966年中 16条至年底 逃住失事 赵在刘少奇 邓小平的统一部署下 向中学和大专院校派出工作队 延续四清运动的做法 运动群众 利用群众 掌握群众 用1957年 引蛇出动 打右派的经验 总之 运用老的政治思维和做法 应对文革 第二阶段 从逃被打倒 到12夺权 被造反派批斗 与造反派博弈阶段 赵在省委 陷入劣势 颓势 局势完全失控的情形下 深入接触 省内外的造反派领袖 真正地放下身段 有迫于形式的成分 也有重新认识对手的成分 耐心细致地听他们的意见 了解他们的想法 湖南一个很有影响力的 极左派造反组织 红旗军 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荣誉复原转业退伍军人 红旗军 其头都来到了广州 要见赵 赵在广州月秀宾馆 花了很长时间 听取他的意见 一位军管会的成员 看了会见记录 事后感叹道 很虚心 李贤下事 别人做不了这事 一个小人物 恭敬地听 第三阶段 同病相连 广东军管以后 军方逮捕了一批 激进的造反派领袖 在中央文革和周恩来的 干预下释放 1968年三结合 进各级各委会班子 之后 军方又逮捕 审查批斗了一批 造反派领袖 一位中大831的头目 回忆说 1968年10月上旬 他回到广州 被军方逮捕 关在梅花园 不放风 经常被拉出去批斗 半夜回来 赵此时也关在这 赵以为他挨打 晚上过来看他 隔着窗子 给他扔进了 辣风的爹打丸 主妇赶紧吃下去 1974年6月 赵主持造反派座谈会 见到他 他感谢赵送他的爹打丸 同情造反派的口碑 自然在社会流行 为付出后 与造反派这只毛支援的 政治力量对话 奠定了情感基础 这就有了第四阶段 赵二度辅阅 与造反派对话博弈利用 还有一个伍传斌的例子 伍是广东122夺权 造反派的头号人物 软禁赵 逼迫赵交权的那个人 1974年 伍落实政策 参加省各委会全会 赵问伍传斌来了没有 伍站起来说 我来了 赵紫阳就像许世友 耳边讲了一些话 伍根据许的反应来揣测 赵跟许说 第一 伍是我们河南老乡 许是新县人 赵是华县人 赵了解伍 也是河南人 第二 许问伍何许人 赵说伍是作为广东 516头子 冤枉抓起来的 许当场表态 516这个事情吗 我在江苏也搞过 查了不少人 现在看来 也没有什么事了 没有这么多的516 你这个事就算了 以后咱们不再提这个事 就当没发生了 许可能了解一些 武等参加武斗的情况 说 你们造反派讲武斗 武斗你们斗不过我 文斗我可能斗不过你 武斗你不一定斗得过我 不信 你上二三十个人 来 咱们试试看 许这位少林武僧的将军 初中有戏 与赵配合默契 当场炫武 震慑造反派 老乡只是说法 赵对武是投桃暴力 武第一次见赵 是在赵的批斗会上 激进学生要给赵戴高帽 要赵下跪 被武现场制止 而是让赵坐在板凳上 爱批斗 使赵免于羞辱虐待 赵对造反派 开明宽容 一是骨子里 不反感 不敌视 二是承认其政治存在 以及某些权力诉求的 合理性 正当性 三是同情造反派 一直被打压 四是联系其中的一些人才 照1980年进京以后 无论是在职总理 总书记 还是六四软禁期间 都与某些 有大学教育背景的造反派领袖 有接触 保持友谊 广东市武传兵 四川市成都红城 全称红卫兵 成都司令部 领袖蔡文斌 以及对立派别 川大826 全称四川大学 东方红826战斗队的 领袖江海云 武传兵还在赵家 吃过河南煮面条 视为第五阶段 欢迎继续收听 第四节 1974再主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